超级寒流过后虽然天气稍稍回暖了 不过民众捐血医院仍旧不高 全台血液库存量严重不足 加上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用血量大增 因此技嘉教育基金会28号举办了捐血活动 号召技嘉科技员工与民众一同晚秀捐血 期盼在年前能够协助储备足够的医疗用血 年日来能搜索的天气 导致民众捐血医院降低 大台北地区的血液库存量严重不足 加上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储备足够的血源 技嘉教育基金会与技嘉科技28日 在新店总公司以及矽谷园区举办捐血活动 虽然天气湿呢 不过一点也没有降低技嘉员工们的捐血意愿 9点半活动一开始就有人赶忙来抢头香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觉得现在捐血是最需要的时候 因为听说那个血库只剩下4天的库存而已 我觉得各方面都在响应捐血 我们技嘉就是每年都是在这个过年前 就是春节缺血期 我们都来做这个捐血的这个活动 大家陆陆续续上到捐血车 玩起袖子捐输热血 在寒冷的天气也都温暖了起来 前来捐血的技嘉员工表示 很开心可以参与公司发起的爱心活动 也希望自己的一点心意可以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技嘉教育基金会则表示 这次活动总共出动了三辆捐血车 接下来每台车都可以募集到两百代热血 今天我们是在除了在技嘉这边 两台车还有在矽谷那边 那我们希望说今天就是三台车都可以达到每一台车两百代 然后三台车都可以顺利的就是有募到六百代的血 公司这边有办活动都会响应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来捐血的这个心情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可以帮助人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很健康就可以分享一些给大家 可以帮助别人 对对 除了捐血车上热情澎湃 在技嘉总公司一楼大厅也热闹滚滚 为了营造春节欢喜气氛 技嘉也特别邀请了慈记书法志工们来到现场辉豪 春节上各式龙飞凤舞的字体吸引了大家争相索取 记者成品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